大家好,我是想去做和尚,本科没有上,方丈偏不让,只能回家讲电影的林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男子与赌场一把手结下梁子 为了报仇,他带领神队友智取赌场钱财及机密 虽历程艰辛,但最终成功复仇,成为劫富济贫的英雄,赌场大劫案 故事开始,咱们的男主杰克上身赤裸的躺在一片荒地里 他身上密密麻麻的爬满了一虫,甚至还有一条大蛇对他虎视眈眈 这么丧心病亡的一幕到底是咋悲似呢 几天前,杰克还是经营着一家修理铺的小老板,生意红火,家庭幸福 小日子过得好不快在,这天是杰克与妻子的纪念日 极为爱妻的杰克心急回家,车波里却意外被赌场一把手的司机撞坏 可司机毫无愧疾,大摇大摆的离开了 这让铁血男儿杰克怎么受得了 他跑到赌场一把手杰瑞那里讨公道 不道歉也行,就这费你得给吧 那是杰克十分嚣张把握,不仅不讲理,对杰克出言不逊,还把他揍了一顿 杰克把杰克气得呀 死仇不报非君子,他一走出门就对着杰瑞的名牌车乱砸,以此泄愤 然而这一幕却被摄像头记录,杰克看得清净楚楚 他也不是什么会忍气吞声的人 很快就开始计划着要怎么对付杰克这个穷鬼 他先是派人烧了杰克妻子最爱的小船 接着又面见杰克的妹妹 他想抓住杰克妹妹喜欢唱歌玩点潜规则 借此狠狠羞辱杰克,可杰克妹妹也不是个随便的人 一听杰瑞开出的条件就直接走人 然后找到被烧的小船向一脸懵逼的杰克哭诉 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都伤心了 杰克那能不解,扛着墙就去找杰瑞算账 总之路上却被一棵倒下的大树挡住虚路 努力没用后,杰克静下来重新思考对策 经过一夜的苦想,杰克决定偷光杰瑞的钱 来一步劫富济贫,把钱全部交还小镇居民 既然有了目标,那当然还需要几位助攻啦 没多久,杰克就找到了好几位各有所长的队友 不得不说,杰瑞仇敌还不少 杰克的好几个帮手都是杰瑞赌场的人 计划很快就开始进行 先由赌场美女娜娜前进杰瑞办公室拍下保险箱锁在地 结果没成想,她刚发送完照片杰瑞就进来了 幸好娜娜留了个心眼,已经把照片删除了 这事儿算是化险为宜 挨了杰瑞一个巴掌就过去了 获得可靠消息后,一伙人开始计划第二步 最后决定由大伙凑钱派人去找杰瑞赌钱 以此为盗取杰瑞钱财争取足够时间 而赌场一服务员小李也早就对杰瑞心生不满 于是帮助杰克一伙顺利取得了钥匙复刻板 接下来,负责与杰瑞当面较量的帽子哥 埋头苦读,学习各种赌钱技巧 为钱去盗取保险柜的大壮拖延时间 结果这天她运气爆棚 被迫放弃了好几次赌赢的机会 只为将赌局无限延长 这边,大壮也很给力 从通风馆悄悄溜进杰瑞办公室 很快就把里边东西搜刮一空 等到赌局结束 留给杰瑞的只有一盘便便和一张字条 这操作真真是惊待观众了 但杰瑞不是吃素的 立马就抓来杰瑞妻子要挟众人 不还我钱和账本就撕票了啊 杰瑞没想到杰瑞还有这么一手 只得令向对策请来警长帮忙 怎料到了交易地点 警长突然反水倒打一把 杰瑞倒也淡然 把钱还给了杰瑞 但男主怎么可能不留后路的 他威胁杰瑞放了自己的妻子 不然就把杰瑞扣留大量钱财的证据 他藏起来的账本 邮寄给杰瑞的老板 杰瑞一下子陷了气 他最怕自己的老板了 不得已他放了杰克的妻子 让杰克带自己去账本所在地 两人到达目的地后 杰克本想趁机解决杰瑞 没想到杰瑞身手敏捷 实现了绝地反杀 把杰克绑了起来 并在他身上盗满蜂蜜 这荒郊野岭的杰瑞不愧是个狠人 于是就有了电影开头的这一幕 而作为男主的杰克 当然不会就这么任人宰割 他告诉杰瑞 自己早就给杰瑞老板发了电子邮件了 杰瑞按道不好 赶回赌场 想抓紧时间跑路 殊不知 老板早已在办公室等候 由此可见 杰瑞的下场不是一般的惨啊 这时杰克的妻子也赶来救下杰克 两人实现了劫富济贫的目标 将杰瑞的钱财分发给小镇居民 不久后 两人有了可爱的女儿 生活相当美满 他俩善良的人运气总会不太差的 而坏事坐近的人迟早会收到报应 对于这样的结局 你们还满意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